DJ? 太熱了,在地盤旁邊日曬雨淋 我看到我的同事經常是野豬 聽起來都覺得很熱和很辛苦 是要尊重的 傳媒? 經常說你覺得你覺得,你覺得什麼 我不管你覺得什麼 他這句話其實是很Rude 但他令我明白到一個 你多努力保障自己 總會有時遇上一些你沒想到的人 無良的客戶 他這個年代覺得大家畢業是基本的 其實我覺得都是基本的 不過我就是不畢 我每次想起這些好處 今天我可以選擇自己幾點睡醒 我去哪裏吃個午餐 我才再去做這件事都可以 嘩,最高呢 我有六位數的中間 很差 他在數那些零 不是,我數那些很差 回到近朝九晚五的你開不開心 原來其實香港的職場開心指數是很低 其實最主要大家都是覺得 我的工資和我的工作量不成正比 所以其實很多人就開始轉做slash 這個字都越來越普及了 我們今天請了Jasmine和Eric 來跟我們聊聊slash Hello 不如先介紹一下自己 好,我是Jasmine 很感謝你們的邀請 我可以說自己也是一個slash 首先我主職是做私儀主持 一些活動的私儀 一些婚禮的主持 或各類不同的 涉及到需要私儀主持的工作崗位 我都會做到的 是一個三宇的私儀 另外一方面 我有做一些教學培訓的工作 可能是去培訓一些新進的私儀 或可能有些想進修的私儀 或是在一些不同的團體、機構、商業裡面 可能是提升形象 或是去提升說話技巧等等 這一部分主要是我的主職為主 另外一部分 我又有去做過一些餐廳 有賣一些健康產品 體育用品 有去跟不同的朋友 去繼續經營很多小小小的東西 那都是一件很開心的事 很多元的一個工作 那Eric呢? 好,大家好,我是Eric 我剛剛才發現 原來我以前是一個slash ride 因為我其實以前做的時候 沒有對這個字有認識 我以前就同時間做這個 環境監測員 忘記了自己做的 是的 環境監測員 一間starp公司的總務 以及婚禮樂隊的攝影師 音樂影片的製作人 剪片 以及網店售賣 開了一些網店賣 其實剛剛聽你們這樣說 雖然好像有很多不同的工作 但其實你們也有一個興趣 或是一個大的種類 就像Jasmine 就是偏向媒體 主持一點 那Eric呢? 就是做video production 多說一下Jasmine 你怎樣開始去做slash 我也有回過全職 首先我要回過全職 但我怎樣去轉做呢? 我也是由全職當中慢慢去轉做slash 一直在做我的全職 然後又想發展我的副業 我同時大學畢業的時候 有做一些私以主持接 叫做freelance的工作 散職地接 接接客覺得 咦? 一來收入有多可觀 也是我很喜歡做的事 那我就不如勇敢一點 試一下跳出來 我就接做一個slash 自己去經營自己一人公司 好像自己做老闆 那是不是因為你本身大學 都是讀相關的科目? 我本身大學都是讀 有關於私以主持的學科 所以在我的所謂 接受學習一些知識的過程 到我慢慢出來 我覺得可以 融會貫通 用到的時候可以應用到 我也覺得開心一點 是 那Eric剛剛聽你說 是比較多範疇一點 其實你本身讀書是讀哪一項? 我本身是讀策略的 嗯? 是 跟Media完全不相差 是理科人 是 計數 在Media做了這件事 是一個巧合來的 其實我本身拍照是很噁心的 是 那 我講過有朋友 一間staff公司 其實他們是一隊樂隊 他們想做明星 那我加入他們 公司只有他們 還有我 那我其實什麼都要做 那 例如開Invoice 收會攝 這些會計上的東西 那另外就是 他們做明星 要有人幫我拍照 那 我就突然去拍照 那一開始 他們不斷說 你已經很噁心了 但是 然後我買了相機之後 我就慢慢去學 然後我就 拍照開始漂亮了 然後開始攝裂拍片 然後最後還剪完片 然後 去到他們要出了一首歌拍MV 然後還叫我拍MV 那最後是成功了 出來我自己也挺滿意的 然後原來自己也有少許天分去做這件事 但是你們是否因為有興趣才繼續在這方面發展 我一定是 我覺得 因為我覺得 興趣 即是你自己都喜歡那件事 才可以令你堅持繼續走下去 甚至不要一直向前走 有時都會累 但起碼可以堅持令你繼續在這個位置裡 掙扎求全 我覺得都是喜歡先走 嗯 我覺得我就沒有你那麼幸福 因為我覺得 我其實從小到大沒有找到自己喜歡做什麼 嗯 其實當時沒有不對業 退休了不讀書 其實純粹是覺得 我很想發達 我想有錢 其實是不是那麼成熟的 我覺得當時的想法 但偏偏這件事 就令到我出去去追尋自己 那我試過很認真地想自己 其實我當然喜歡做什麼 我真的想不到 到現在其實我都 不是說真的想不到 但是 起碼我做擅長的東西 我會開心 但其實我學很多東西 我都會做到 那如果有人用我的時候 我就會 想做到那件事 那就會成功了 那 基於這個原因之下 真的很幸運 有攝影這件事幫助我 就是做製作這件事 其實是剛好找到 我真的不知道自己 喜歡什麼 當時 Eric是由Slash 然後現在就變回做正職 做Slash的原因 我想大部分都是因為 自由 就是自由度比較大一點 還有打工仔最介意的人工這方面 不如說一下你們做Slash的時候 其實那個人工的範圍是多少 應該這樣問 是否真的多很多 因為我剛才有提到我做過全職 我做全職的時候 是我大學畢業的時候 我的確和大學畢業有少許時間的距離 我不會說我大學畢業 不是說我大學畢業 剛剛大學畢業 但我當時的人工 全職只有1萬多元 1萬多元至2萬元左右 做媒體也明白 我當時是做一個電台的主持工作 但是令我引入 進去的時候是因為我覺得 我明知道可能起床一點不會太低 傳統媒體也是 但是我覺得當時這個機會很吸引 所以我進去做 然後你就看我現在出來做Slash 那個人工的範圍 我覺得都真的挺看一個叫 季節性的 我們經常說有些都有淡季有旺季 有些是活動或婚禮的旺季 有些是傳統的淡季 所以我都會因應這個時間性有影響 但是你剛才問到最高跟最低 拉到最低 那個範圍是多少 最低呢 我可以說是還有 基本的那時候 全職的那份量 是 最高呢 是可以有 嘩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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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數得很差 他在數一些零 他在數一些零 我數得很差 我有六位數的中間 嘩 其實 六位數的中間 偏中間 偏中間 是否就是偏50萬 不是偏中間 我數得很差 很吸引 突然想做Slash 可以說 其實一畢業時 薪金是因為你一個Fresh 自然可能 會被老闆押一下 但是當你由 全職去到Slash 中間你是直接斬 即是我不做全職 還是我同事做全職 但我另外接一些 Freelancer做了 那時候在電台裡面 他們都很好 都會讓你可以做一些兼職 例如我在裡面做電台的DJ 做主持 都有幫公司做一些私儀的工作 我慢慢發覺 原來我也做到私儀工作 我本身也想做 我也有一些經驗 然後我在外面 就開始接合我的工作 再跟公司說 我想做這些 告訴你 他們OK 所以我同時相線 好像有個軌道相軌 我有做全職的主持 也要做一些外面兼職的主持 慢慢做一做 我真的覺得挺開心 有很多不同類型的工作可以試 也覺得適合自己 因為始終當時全職 我都是每天要回電台 都叫做 在一個空間裡面 受限制地工作 有時候當然可以出去 但很大部分時間 可能是早上一晚五 或者有時候是不同的時間段 都要在同一個空間 那我就不如我可以試一下自己 全職出去自己做 喜歡做的主持工作 自己去選擇 也有一個多元的收入途徑 嗯 所以其實是上一份正職 但是都可以同時去接下其他工作 那Eric當時的人工 range 有多少 因為其實你由 slash 轉回全職 即是代表你 slash 那方面 是覺得某些東西 不能夠補充你想要的東西 那是不是人工 也是其中一個原因 人工其實計算 有這麼多東西加在一起 可能是比現在還高一點 有時候 是 即是低的 一定是一個環境 有淡貴的 有淡貴的 例如我那個環境監測員的工作 我夏天是不會去的 因為太熱了 太熱了 在地盤旁邊的日曬雨林 我看到我的同事是野豬 我真的搞不定 這個環境監測員 聽來都覺得很熱和很辛苦 很辛苦 所以我只是秋冬才去 我會這樣去選擇 如果真的少錢的時候 我想慢鬆一點 我覺得我跟 Jasmine 有一個很大不同的地方 就是她先有一個專業的技能和職業 再去做 slash 其實我本身是沒有任何技能的 我只是硬闖出去 所以我這件事 我會令到我覺得 就是人真的很需要有一個技能 嗯 當時就是這樣出去闖完之後 跌過撞過 然後覺得 都是不會發達 我沒有去到發達那個位 即是很明顯 那我就轉回來做全職 我想問多一點點 你做測量的時候 你是同時正在翻幾份的 slash 是啊 但是人工的 range 剛才說的 可能最低是萬多 那最高的 range是多少 可以去到三萬 OK 但是你現在轉回全職時間的時候 你有沒有覺得自己 相比起做 slash 時的自由度 是小了很多 這份工作不是 我之後 其實來到這裡 MoneyTap之前 其實還有去過做一些奇怪的 例如是做廚房 為什麼我說奇怪呢 就是因為無緣無故去做廚房 又不是讀中華廚 又不是吃 我想煮東西吃 然後做廚房 去到那裡 其實我發現很多地方 很多工作的地方 其實你不能經常說三個字 就是我覺得 嗯 糟了我經常都會說這件事 因為我們這裡是自由 自由的公司才可以這樣說 那個總處人跟我說 你覺得你覺得 你覺得什麼 我不管你覺得什麼 然後他這句話 其實是很rude的 但是其實他令我明白到一個很大的道理 就是我覺得什麼 真的不太重要 去某些地方 那我適合 我應該要去一些地方 我覺得那件事 這件事 那個老闆是重視我 我才要去那個地方 我不會再去一個地方 是不會拿我 是一個 值得的人的地方 就是你剛剛說到 其實你到現在都不是很清楚 自己真的想喜歡什麼 但你都很清楚自己不想要什麼 知道自己不想要什麼 對 這件事都已經很重要 其實也想跟大家說一下 現在畢業生期望的人工 是有25,000元的 但是現在 說香港的入息中位數 都只不過是2萬頭 不要說fresh 其實你們會不會覺得 畢業生有些大想頭 我不會 我覺得他值得自己有這個價錢 是 我覺得大家都不是傻的 我不會說 我一畢業 我值10萬 但是我覺得他也有經過他的思考 包括他的能力值 值多少錢 還有公時市場 各樣東西 還有我經常都想起一件事 就是 大家始終上班的時候 都會偶爾說 人工包了 我都要計算 有一些東西 你都幫自己計算 人工可能要你瘦些什麼 你覺得OK的 所以我覺得 可能大家覺得 2萬5是他人工包了 所以他覺得是OK的 價錢 我想問一下 很多老闆會說 第一份工 人工真的不太重要 你經驗就是最重要 認不認同這句話 我認同老闆一定是這樣說 因為老闆一定跟你說 經驗是最重要的 才可以說 所以人工 但是在於我 我當然覺得經驗又重要 人工又重要 我想沒有人反對 但是到最後 我都會自己偏向選擇經驗 因為我覺得 如果我在那段時間 在一開始這麼幸運 選擇一些自己 稍微有興趣的東西去試 如果我真的對 我繼續用之後的時間 進去發展 浸淫 慢慢再去 build up 我就覺得 整件事 即會飄價 但如果我那一刻很快 就算拿經驗 我試完覺得不對 我會再去尋找其他 所謂的興趣 或者其他行業 讓自己嘗試 都可以 單從那個數值來看 要看他讀什麼課 如果今天你告訴我 你是建習醫生律師 那二萬不給你了 不用說 但是其實問這個問題 普遍人會覺得他是高股的話 就是因為他是讀一個普通的課 即是他去到任何地方做事 他不是真的很需要去讀過科 所謂的專業 我相信 大家發展時 一定是 出來做事一定是撞過 跌過 即是一定是 知道自己 原來這個世界是這樣 這個社會是這樣 是 是 很多時候是他們 未見識過這個社會 所以他們才會 高顧了自己 其實你去到做事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為何那條人比我這麼多 但其實他人工都不是很高 那你這個時候就會謙虛一點 上個星期我們出了一條片 就是訪問那些老闆 怎樣看Fest grade的那些人工 或者怎樣去看年輕人 去自己公司上班 那他們 我問了他們一個一樣東西就是 你有什麼建議給畢業生 就是他們全部人都說 不要怕辛苦 不要怕捱 就不要經常看著錢 你真的要儲一些經驗 你學了東西之後才 你自己就會找到自己 就是他們三個都這樣說 嗯 那不如我問回另一個問題 就是 那你由slash變回做fulltime 其實 你會不會又想過 遲些可以變回做slash 跳出去做slash 有 我覺得開心是最重要 首先人 那開心 怎樣才可以開心呢 就是 對我來說時間一定要自由 那如果時間自由 是令我活力快樂的話 那我當然是想要 那另外就是 看看賺不賺錢 當有能力去建立一些東西的時候 例如我存了錢 是足夠我投資 是有定期的收成的 或者我開了間餐廳 做了老闆 例如是這樣 那我有其他東西去兼顧的時候 我就不需要放過心力去一份fulltime那裡 我比較想 所有東西都是我自己的控制 那 我覺得 剛剛這樣聽 雖然你們倆都是做過slash 但其實你們也有個幾大分別 就是 Jasmine一開始已經很清楚知道 她自己要向 思議 媒體這方面發展 但Eric 一開始自己都說自己 一開始不成熟 所以就同事回到這麼多分 現在找到自己的興趣 是喜歡media 所以就回到fulltime 但其實 在這段時間的中間 Jasmine你覺得 其實做slash 最大的難題是甚麼 第一樣我想起的 最大的難題或挑戰 我覺得是自律 因為沒有人要監督著你 你又好像不用跟別人交代 例如沒有人說 你做好些事沒有 這份事的進度是多少 讓我看看 幫你改一下 沒有的 我覺得這個自律很重要 這個自律再下去的時候 就已經變了 我覺得會是一個自我管理的能力 就是你自己去計算這些時間 你可以凌晨三點才起床 特意做回你的事 但是你要自己去安排你的時間 另一件事工作不穩定 就是 有時我會說好天斬埋落雨柴 是不是這樣 好天斬埋落雨柴 意思就是 當我有得做的時候 我要先做 預計 如果當我淡季的時候 有機會未必有這麼多工作 所以工作不穩定 都是一個背後隱藏 一個不安感 因為你未必知道下個月 有沒有人找你 或者接下來的季 有沒有人找你 甚至下年有沒有人找你 所以要更加保持著 就是要繼續找多些工作的機會 又要繼續自我提升自己 練習多些 又不可以脫節 等等 所以我覺得 也有一個不穩定在裡面 也有一個經況在裡面 但是你由全面前轉了做不同的MC 到你現在開了自己的一間司儀公司 類似中介公司 可不可以說一下 其實為什麼會慢慢發展到開司儀公司這一步 因為我覺得自己未必真的可以在舞台 或者想自己在舞台 例如我做到50歲 我60歲都繼續在舞台上做的這個幕前的司儀主持 可以的 我也看到很多好的前輩做得很好 但是形式上未必要做得那麼多 我可能可以自己選擇來做的 例如我一個月只做五場 是真的站上台做MC或主持的 之後可能我有很多時間 可以安排一些其他新進的司儀 例如長江後浪推前浪一些青出於南的同事 他們去摺黑不同的工作 然後幫他們去摺 我又會覺得 令到我自己之後可以輕鬆一點 我經常這樣想 我不用擔心 例如我四十幾五十歲的時候 我也要很緊張你 我今天怎樣呢 夠不夠隔離 例如 夠不夠隔離這位的年輕人打拼呢 但我覺得 我自己覺得 每一個年紀有她自己最美的一面 當我四五十歲的時候 可能我可以轉型做一些 我再自己選一些 自己喜歡做的私儀主持的類別 例如我自己很喜歡做人物訪談 當我覺得我自己力量再高一點 再多一點的時候 我覺得我可以更加 我坐下來 像今天我們和泳兒和Eric 可以很安靜一起聊聊天 去聽一下你的故事 喝著杯茶 聽一下我的故事 大家說一下 我就更加傾向應有這個畫面 所以可能我們四五十歲 可以一起坐回去 可以 到時大家是否在做過程 我會很樂意 十年之弱 那些 我覺得可以給自己 有多一個想法和面向 所以你覺得 你剛才問我 為什麼想開私儀公司 我想其中一件事 就叫做 為我之後做一個打算 Slash是屬於一個自顧 Jasmine又說 其實自律很重要 時間的分配也很重要 甚至之後 自己開了公司的時候 其實要兼顧的東西 是更加多了 Eric又覺得 其實要做一個Slash 要具備些什麼條件 我第一件事 跟Jasmine一樣 是覺得自律很重要 因為沒有人管你 沒有人去逼你的時候 你是 這是一個人最容易會發生的事 是很難去克服的 你真的 睡著就算了 你真的可以不做就這樣做 沒有人會催你 但是會手停口停 是的 但是手停口停 你可以等到危機來到的時候 你就 走 但其實不是 你永遠 人越成熟 你越要防患 你的危機感會越來越早 這件事 是訓練到你的instinct 我覺得 第二件事 我覺得要能瘋能伸 其實 例如你 你接好工作 但你有時做私儀 你可能猜不到是什麼功能 可能靈智包子2048 無緣無故找你 你不知道 但每一件事都有挑戰 所以你隨機應變的能力 要很強 第三件事 我覺得要有大致 你很清楚現在 這件事我是喜歡做的 我會繼續做的 我有能力去維持這件事 你才可以繼續 如果不是的話 你可能做一件事 你賺到錢 但你不喜歡做的話 你會長久 你會持久 你做不到下去 所以是這三件事 我自己很同意Eric說的 就是要救熱愛自己的工作 因為有些時候 遇上有些事情 你也會有時受氣 有時 我都會跟自己說 因為我都喜歡這個工作 我都要先撐住這一次 有時總共有些東西好吃 有些東西沒那麼好吃 而且我覺得 要救熱愛自己工作的時候 你才可以繼續堅持 而且會想到更多的東西 因為你喜歡 那你怎麼可以做得到 還有怎麼做得好 我總是覺得是兩件事 另外一個條件 我覺得要夠主動 其實在我心目中 主動是好像公 而自律就好像手 一個公一個手 主動的意思是什麼 我要去主動拓展機會 像你這樣說 如果我本身有些人物 我認識別人 我都要跟別人說一下我的工作 或者透過社交媒體 介紹自己的工作 更新的工作 讓人知道你最近在做這件事 或者有些新的嘗試 可能其他人都不知道 因為他未必是你這個行業 其實他不了解很正常 一個曝光的機會 然後再去到就是 繼續去建立自己個人品牌 讓人知道 一想起 例如當我要活潑的 我就想找A 我想起大方得體 我想找B 可能你有你自己的定位 我都會覺得 讓別人記得你 認得你都是很重要 到最後的主動就是 我都要去繼續緊貼市場 是 要繼續自我增值 嗯 不要慢慢跌下來 例如 有時候做MC 你都可以繼續去進修很多東西 例如更加學到一門語言 都是可以的 嗯 剛剛說到 其實要推廣自己 或者Branding 是很重要的 其實我看到Jasmine 也有在IG 會鋪上一些活動照 或者平時去一些工作照 其實這件事 是否可以拓展自己工作的 一個很重要的位置 我覺得是 我覺得沒有人都不認同 現在社交媒體很重要 我覺得比我自己 說了很多 我覺得 立刻很害怕 我立刻會自我審查 我不是總座 我們這套自由空間很大 原來真的會自我審查 不停地說我覺得我覺得 我想我怎樣可以撕掉 我覺得 但我先說到 我認為 是 社交媒體 那一個個人的Branding很重要 好像有感覺 是一個行走的CV 可以透過這個CV 這個你的帳戶 可以了解到多些你 一方面當然是你想展示 給別人看你的面向 例如你去過什麼地方旅行 你做了什麼工作 什麼旅行 你可以選擇哪些你貼文 哪些是不貼文 都是 另一方面呢 可以令別人了解得你更加立體的面向 我可以分享一下我對生活的想法 我對自己喜歡的一些東西 喜好 或者厭惡的東西 我覺得各樣東西 整個社交媒體 甚至那個Branding 可以更加立體 那我自己的IG 都比較post得多 是我工作的一些分享 例如可能是 我做了這個Branding 哪一個job 例如我做了這輛車 這個bill 例如這些Branding 又或者是 我做了這個醫療類型的MC 我今天都在這裡 我學了原來現在一些新型的資訊 去幫助到一些患者 又或者跟一些病患聊天 原來一些患者 在面對這些困難和挑戰 但是 可能你不是身在其中 你是沒有想著要了解 或者你會了解到的 那我就覺得整個人 自己可以在很多不同方面 學會這些東西 跟大家分享都是好事 不是經常想知道 Jasmine你這陣子做了什麼job 我覺得這個也是其中一個需要的 讓別人想起 之後有這些活動 都可以 或者試試找Jasmine 但是另一方面 我都覺得原來我的工作 是可以令到別人更加了解到 現在社會發生什麼 好像一個分享的平台 我都挺喜歡的 好像你剛才說 其實主動很重要 你去主動給這些資訊 給其他人知道 讓多些人可以透過這個途徑 去了解到你 嗯 是的 我覺得你適用社交媒體 這件事是你成功其中的原因 應該 因為作為一個slasher 其實你適用社交媒體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東西 是 即是 比起無緣無故 你整個傻子 然後去同鄉會 那裡 Hello 那些鄉親父老 我那張卡片 其實比起這樣有用很多 還有這個年代 你去賣任何的服務也好 產品也好 你最需要的是 電子的廣告 是 難道我真的課很大批錢 去地鐵賣廣告嗎 去巴士賣廣告嗎 不是 一定是社交媒體最吃香的 所以其實你吃正這件事 都是你成功的原因 我覺得 其實做slash 中間有沒有想過 有些挫折位 是令你很想 覺得 我回到一份 full time 就好 不用搞那麼多 不用管那麼多 我偶爾也會 到現在也是 首先我覺得 我要駁回Eric的鏡頭 被人插罪 我覺得我不是經營社交媒體很成功 我身邊所有熟悉的朋友 都叫我經常勤力一點 就是社交媒體在我心目中 分類似Story和Post 我是很喜歡出Story 因為我真的很喜歡說 我今天看到什麼 例如天氣很好 我喜歡這首歌 我喜歡這部電影 我是很傾向生活分享 我的朋友經常都會說 我會說 你多出一些Post 你做了那麼多 為何你不更新 我說我會的 我會 我都要學習 原來有些東西 我覺得有時有些完美主義者 但是發覺有些人提醒我 你有時完成比完美更加重要 但是 這個是我要學習的東西 我要幫自己 戴回很大的頭盔 另一方面 剛剛榮儀問 有沒有一些東西 我有想過的辛酸 是不是 我會想不再做slash 其實我偶爾也會 因為好像我要自己打理一個一人公司 或者現在自己下面團隊的人 我都會覺得 我究竟 我究竟 夠不夠繼續養得起自己 養得起下面的人 叫做下面的人 或者我的團隊的同事 都會覺得 有時 一個穩定的full time 真的不用自己想那麼多 不用自己 每天激活自己的腦袋那麼多 有人安排給你 我都會偶爾這樣想 但是我好像一想起 剛剛Eric也有提到 就是那個自由度 可以選擇 換回來的快樂 我覺得是無可比擬 為什麼我覺得 這麼多人喜歡slash 或者叫做 都想向slash這個方向 這個slash的方向做 就是因為 那個自由度 跟著 又可以自己選擇做些什麼 不受時間 地域等等的規限 就是大家本身 以至slash的好處 我每次都想起這種種的好處 又或者一個很具體 例如我今天 我可以選擇自己幾點睡醒 我去哪裏吃個lunch 我才再去做這件事都可以 那或者一些job 你可以自己選擇做還是不做 就不用 其實我明明不想做這件事 但你沒得選擇 老闆叫你做 你哪有得不做 那我覺得在slash裡面 那個選擇的空間 真的比較大 剛剛你說的那個 是你主動性去選擇 可以有自由 就是我今天可以睡到幾點醒都可以 然後我再去接觸 那你有沒有試過是真的 可能例如疫情那一陣子 是手庭口庭的時候 有啊 我猜大部分的slashers 在疫情的時候 都有經歷過不同時期的手庭口庭 特別我和Eric 剛剛也有提過 他有做婚姻樂隊的攝影攝錄師 我們那段時間 因為限聚令很嚴重 根本是連舉辦婚禮的條件都沒有 因為不開放長地 有限聚令人數 不論是不開20人 50人 100人都經歷過的時候 那規模的限制都會影響到 我們有沒有出不出工作 那時候你是自己一個人做 還是本來已經有那間公司在 我本來已經有公司在 那時候已經有公司在 那時候是怎樣激勵自己繼續去做這份工作 而不是去找一份全時間來做 我當時覺得 也不是只有我一個人 大家都在喊 大家都在喊 大家都在加油 我有時覺得很重要的是 我知道人們一起同行 或者不是只有你一個人 我覺得有時很容易 變得很慘 很辛苦 但我也覺得 我知道大家都在努力 也希望這段時間快點過 所以那段時間我又有去學其他東西 或是去考其他東西 我好像考了一個地產牌 我考了一個E牌 那現在有沒有做 沒有,是freelance 原來我有一個多個 我也是 我考了一個E牌 所以你的slash後面多了一個 真的很slash 因為就是這樣 如果你slash 忘記自己是 你的工作有很多 隨時會流失一部份 那你就要有危機去補一部份 那你就會去做一些事情 你自己起床 今天要做些什麼 真的是這樣 所以很感動身受 我想問一下 其實你由這麼多個slash 變成一份全時間 你有沒有你剛才說過的情況 就是突然間好像在做很多事情 但就變成只有一個工種 其實我覺得 我以前做slash這件事 是令到我整個人厲害了 真的厲害了很多 就是 不要給我這麼多事情做 但是說真的 我以前 我以前做的事情 是涉獵的事情多很多 所以 我不會覺得現在 現在純粹工作量多 是重複的事情多了 但是 不是真的很有挑戰 但是其實我又不用這麼多挑戰 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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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很感謝你勇於這個分享 但是我也可以剪掉 大家都知道 slash其實是比較自由 無論你在說時間和空間都好 但是變相另外一件事 就是會不會連星期六天 就是我們可能回一份全時間 覺得星期六天放假就是放假 我放假約了朋友出去玩 但是相對上 做一個slash的時候 是不是沒有了這些時間 沒有 一定沒有 是不是 你會無時無刻都要回覆 Eric先說 Eric先說 你不會理任何的節日 總之你有事做就做 嗯 就是重陽清明 復活節日 你不理的 是 那你沒有事做的 你就清明自己擺一山 你有事做就不擺 去做事了 是 其實會更開心 嗯 真的有事做會更開心 你覺得呢 嘩 我呢 都好像大部分程度同意的 但我都有一些節日不接 例如我的生日 聖誕 隨即 這些小許儀式感 我都想留下來過 因為我覺得 一年365天 我都開放了360天或以上 我都想選擇幾天是自己喜歡的 我忘記了自己的生日 是的 自己的生日都要保持 這個員工很努力 我都以為你說忘記了自己的生日 我忘記了自己的生日 原來都想放假 是的 我覺得好像跟自己有關係的日子 或者我喜歡的節日 例如某些節日 我都想留下來等自己去過 我通常會休息不接 是的 如果有能力的話 但我都有試過接 是因為客人很想找我 亦都因為一些原因 改期 他真的退到那天 那我因為責任三 我也很想幫他做 所以我試過生日做的 但剛剛問開我 可能回到全職的 星期六日放假 有一個很穩定的模式 但對於我們 我們就可以自己選擇自己放假 我給了一個畫面 就是 我就可以星期一至五 去選擇一些時間 吃自己喜歡的東西 而沒什麼人跟我要爭排隊 甚至要便宜一點 因為星期六日通常都貴一點 是的 還有多人很多 你去哪裡都會少人一點 星期一至五 所以是很開心的 其實時間上也是很自由 這個是第一樣 就是我只是跟大家放假 時間不同 我是不是放星期六日的 因為的確很多不同的宴會 或者一些品牌活動 或者婚禮等等 是集中在星期五六日 但一至四 我就相對上空閒一點 一來等自己放假 調整一下自己 或者預備定 因為我那天是叫上場工作 但我之前都要自己一腳踢做很多事情 所以是時間分配上不同了 但我反而覺得令我更加有生活 是 因為不是只限死在那個時間放假 時間是一樣 錢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其實我有個朋友 他好像Eric 他也有接一些 即是說自由工作人員 就是可能拍一下聖誕 或者一些跳舞比賽的 一些攝影師 但他經常吃飯和我肚子 經常被人拖掃 我想這個也是自己接手 很常見的一個問題 我覺得是他自己親手接的 即是他跟我肚子談的 即是他跟我肚子談的 是自己接的 那我不質疑他拍攝的能力 但我會質疑他跟別人的交易上的能力 嗯 即是其實先收了錢是王道來的 嗯 我經常都這樣覺得 是 但這個前置是你要有一個誠信 就是你 例如你社交媒體 即是社交媒體是值得信任 人家覺得你有誠信的時候 他不怕先給你錢 你每次都做了事情才給錢 即是可能那個人其實 他的錢都蠻蠻蠻的 那他就拖你了 你是否收了錢 我是根據情況的 有一些行規上 叫做行規上 或者我自己設立給自己的措施 我需要先收了一半訂金 那我也覺得一半一半 因為等於有些客人都會不明白 你都未做完 為什麼你要收了我的錢 所以我覺得一樣一半是大家都 好像比較容易理解的 特別是我自己 可能在婚禮上 但是也同樣在一些活動 或者一些不同的場合 或者婚禮 即是這個活動 是可能我在活動之前 一天我要收了錢 或者我完成活動之後的七天內 我要收到錢 或者例如你自己設一個期限 十四三十什麼都可以 我都會有在投資 這些條文上 我都想保障自己 寫清楚 在給他簽之前 他都會有個詞 大家確認了 起碼是大家都知道 是這樣的 有什麼事情 大家都可以再 下一步的 所以是要開始之前 已經想好 如何去保障自己 才去接這單作 但我也有被人拖過 是 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我覺得好像沒有人 因為我覺得 你多努力去保障自己 也有時候會遇上一些 你估不到的人 或者可能有些朋友 遇過一些無良的客戶 也會有 通過掃打是否追得翻 有 不過真的很久 還有好像最後 都不是很開心 才能拿到錢 亦都你遇到 你不會再跟他有合作機會 又要反面 這是誠信問題 但有時候覺得 那我也要收到你這個錢 我下次給你 或者我之後找其他機會給你 這是什麼時候 這是什麼時候 但是我之前做了 你也要給我 嗯 這個就是跟大家 全時間很不同 就是你全時間定時定口出量 但你自由工作人員 不是 你閉嘴不是 講家人的部分 其實會不會都很擔心 你們做自由工作人員 或者閉嘴是一個不穩定 就是收入不穩定的職業 我 因為我都比較長時間 在閉嘴這個位置 我好像沒有試過這樣說 我是很感謝我家人 因為他們都很支持我 對 由我大學畢業 我進去做電台 傳統大家都覺得好像 DJ 傳媒 就是這些 其實他們都有這些反應 不過他們說完之後 都會說 那你去試一下 你去做一下 有時候我有公開 或者我忙一些 我媽媽都叫你 照顧多些身體 你讀什麼課 為何他們這麼驚訝 我都是讀傳理 不過他們會覺得 你做傳媒的行業 未必覺得叫做人工高 始終都覺得 好像捱十年八年 其實你讀的時候 他們都已經有疑問 不是嗎 是啊 但很多人讀完 不一定出來做那件事 他打算我讀完 有興趣而已 讀而已 有些朋友是為了拿一張照片 有些朋友是想在科目中學習一些 以防你之後的學業有一個技能 有些就是你本身入學之前有目標 那我的確有少少入學之前 我入大學之前 我已經對私而主持有些興趣 我也很感恩 我這麼早發現自己這件事 你剛才說我家人 有公開就叫你休息多一點 將水時間做完之後睡多一點 吃多一點 煮什麼等等 但沒有公開呢 我到我都會壓力 因為要給家用 我媽媽就會提我 今個月就比少一點 嗯 即是很有支持 我覺得 他們已經在他能力範圍裏 作出他們的支持 我已經覺得很好 我自己覺得這個位置 是給很多人都幸運的 就是始終 可能有些朋友 有些更大的壓力 就是有些時候 你都要養家 如果那一刻 你真的是 可能捉襟見肘的 你真的要養家 可能最後都要回到全時間 未必被你捱到這麼久 我都有設定那段時間 你剛才入行 未必有很多工作 也會有不穩定的時期 我都跟自己說過 我出來試一兩年 或者兩三年 設一個期限給自己 如果我都沒有可能 一個叫穩定的客員 或者我找到我自己一個 喜歡做的事 可能你都要回去了 我覺得 都要有這個想法 不可以 我就 一輩子一定是這樣的 所以我覺得 剛剛Eric說 我可以從slash 到全時間 全時間都可以跳出去 我覺得這件事還是靈活的 這件事還是 看看你什麼情況之下 做slash 我覺得我的情況 又跟Jasmine 有一點點不同 就是 因為我是未畢業 就是 她這個年代 覺得大家畢業是 基本的 其實我覺得 都是基本的 不過我就是不畢 他們會變得很擔心 究竟你想怎樣 其實我都說過 其實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想怎樣 沒有想像中那麼迷惘的 我說出來好像很迷惘 但是其實是 很誠實地面對自己 才會這樣說 就是 你真的有一件事 你很喜歡做 你可以一輩子都做嗎 沒有 我真的沒有 他們就覺得 不如你去找一份政府工作 回家什麼懲教住也好 什麼入境處也好 什麼都好 但是我就說 我不是那種很準時上班 然後就算沒事做 死捱難捱捱到六點半下班 那些人每一天都是這樣 十年都不會遲到那些人 我不是這種人 我很清楚 我就沒有可能去做那些事 我就覺得 其實他們的視野未必跟我一樣 不是不想聽你們說話 但是我要先聽自己說話 我一定要嘗試 怎樣撞怎樣跌 其實對我來說 最後一定是一個珍貴寶貴經驗 其實做slash雖然有很多正面的影響 但其實也有很多辛酸事 我們剛剛這樣說 如果現在有個二十歲的年輕人 就在想自己應該是做slash show 還是做正職好 你們有沒有什麼建議給他們 我覺得如果他一心已經很想做全職 而他看到他全職之後 有一個很穩定的晉升機會 是他理想的生活模式 他選全職是沒問題的 也是支持他 我覺得最重要是他支持上點 也覺得他滿意他這個生活的形式 也行 未必每個都喜歡像slash show 要背負一種不穩定的狀態 或者各樣不同的東西 或許未必喜歡這麼自由 喜歡這麼穩定 有這個圖案的 但是如果你說他都還在猶豫 我就很建議他試做slash show 因為那個可能性還是很大 一來你還可以試的時間有很多 只有二十歲而已 還有很多的時間 好像你說我試完了 我都不適合的 我還可以進去全職 再穩定都可以 還有如果你這麼幸運 在slash show裡面 因為slash show 就是那個斜降 就是你真的有不同的身分 在身上 如果可能我幾樣身分裡面 我發覺某一樣我真的很喜歡 我再專門去做發展 鑽研等等 再去做一個專職的freelancer 都不錯 所以我會覺得 當你真的還在猶豫的時候 不如給自己一個可能性 主動去試一下做slash show 再看看喜不喜歡 以某一件事再去繼續做 即是在不同職業裡面 發掘自己的興趣 再向那個方向發展 還有我覺得 承受的風險也會更高一點 即是我真的不行 我都 我給你試五年 好嗎 二十多歲 對 即是我給你試五年 你只是25歲而已 我覺得不是完全沒有東西輸的 但是我覺得有東西拿的 一定是多一點的 即是回來 剛才不是說進來 其實有些時候 因為你外面試過很多東西 裡面有些身體肌肉的記憶 你記得有些事情是怎麼做的 你也覺得 其實我在外面見過 是這樣的 我覺得這些東西是彈走的 很多隱藏技能 對 例如你要跟別人交易 其實你跟別人交易 那件事都是技巧 你去經營社交媒體 你去拍一些PR相 或者拍一些產品也好 你又是有攝影的技能 其實很多隱藏技能 你是會萌生去自己身體 是 而你學了是不覺得你學了 有時 是 然後你跟別人比較 你會發覺 原來我做得很好 是 這個比較多話 廢腹自然 對,很廢腹自然 這件事我跟我弟弟說過 第一件事是 如果你有掙扎 即是表示 你對你的前途已經是不清晰的 其實如果你真的希望自己有一番成就 其實做什麼都無所謂 做slash也好 全職也好 但是你要問自己 你想做那件事是否符合三件事 第一件事 你喜不喜歡做 人們經常說什麼 錢買不到快樂 那是因為你賺錢的途徑 根本就不快樂 第二件事 你能不能做到 你能不能做到很重要 你喜歡做不到 哪能做到兩件事 你天生克服不了 你今天跟我說 我想打銀球 但是你又胖又矮 手又短腳又短 那你打不到就打不到 你不會有成就 第三件事就是 賺不賺到錢 賺不賺到錢 就是你喜歡做到 那你也要賺到錢 你要生活 這件事我為什麼放第三件事 因為你是有機會可以克服到的 第一個方法就是 第一個情況 就是你是富二代 你喜歡試什麼是試什麼 你喜歡做什麼 你試到最後有成就就可以了 爸爸會給你錢 但是第二個情況 就是我們人人都做到 以下不可略過的廣告 就是我們可以投資 是 投資這件事是 可以令到你賺到錢 然後你喜歡做什麼就做什麼 那件事 但是你投資之前你都需要捱的 你首先要投資到自己 你投資自己就是 你不懂 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 你去投資都會輸了錢 首先投資自己 其實我覺得現在都是在做這件事 嗯 很幸運就是我去賺錢 為了我自己去投資之路去努力的時候 同時我都起碼我喜歡現在做的事情 嗯 所以其實我只要有快樂 我就很好 因為我覺得人最重要就是快樂 嗯 我們剛剛給了一些想做slash的人的建議 那有沒有一些可以跟現在做slash的人說的說話呢 我想起一句說話叫 花藥盛開蝴蝶字內 嗯 好像很涼的 是吧 好像滾開些句子都會想快滾走 但這句話對我都很大影響和感悟 我就會覺得 我有些時候我可以自己好去努力去堅持 我就再堅持多些 嗯 希望做好一點的時候 有其他人會留意到 會去肯定 那我就會覺得工作的機會都會來 那這是一個最理想的做法 但是當沒有那麼多一個穩定客員其他的時候 都迷惘的時候 我更加覺得要堅持這個花藥盛開蝴蝶字內 嗯 我覺得這幾樣東西是很觸碰到我自己的 還有我反而想起就是 剛剛就在說做slash 我反而想到一個就是 如果他準備踏入slash 或者做剛剛起步 我經常都覺得就是 你要問自己問題 我也承認問自己問題很重要的 去幫自己去複盤 嗯 除了一些人在投資上複盤 你幫你自己的腦袋去複盤也很重要 就是 你理想後 不一定要理想 你希望自己十年後 或者二十年後 在過一個什麼生活的狀態呢 一個模式呢 是你想的呢 那再真的去想回 現在你做些什麼 是令你有機會 可能性大一點 去達到你想要的東西 當然 邊做邊想是一個可能的方法 但如果剛剛叫起步的話 我覺得可以給自己好好的規劃一下 是想的 的確是第一步 但之後就有很多時間 去令你變現 所以我真的很同意Eric 講的事情 就是他講起那個投資 那個投資 一個是投資自己 除了在自己工作上努力 在你 好像Eric說 他接觸過不同的行業 做過不同的事情 其實都是有投資了自己 令自己多了很多技能 不論是外露的還是隱藏的 都是我們沒有人拿走的 這個投資自己 或者是女性的 我的確是令自己變漂亮 更加智性 更加有內涵 學更加多的不同的知識 這個都是在投資自己 另外一個就是 我把我辛苦所謂賺的錢 除了那些人只是 我放在銀行 放在那裡的 那不會無法多了 為什麼我再用其他 適合自己的 承受風險的回背 去做投資 令到那些錢再 我叫變多變大 這兩樣的投資 我覺得是要並肩而行的 所以我剛才說起投資 這個就是 不論投資自己 還是拿錢去投資 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現在 已經找到你自己很喜歡的東西 這樣你是很幸福的 那你就好好珍惜它 不要放棄 我們今天也很感謝Jasmine 和Eric 跟我們談了這麼多關於Slash的事情 如果大家想知道 Jasmine的最新動態 其實他剛才說到 會在IG上更新自己的情況 大家都記得 我們的師傅教學 都有提到 如果畢業生覺得 自己的起床點不夠高 其實怎樣可以增值自己的財富 大家記得去看看 我們今集的時間就到這裡 拜拜 拜拜